西方断供 俄罗斯被迫拆飞机 只能向中国求援 俄乌战争爆发后 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全方位的制裁 出口管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仅半导体一项 全球对俄罗斯的出口量骤减了90%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 俄罗斯的民用航空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因为俄罗斯不仅被取消了飞机订单 连国外的飞机零部件都买不到了 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近80%的机队 由西方的波音和空客的飞机组成 民航业客机维护是非常关键的 没了西方的飞机零部件 俄罗斯民航业就变成了五米之吹 没办法维修还在用的客机 有人会说 俄罗斯完全可以用自家生产的苏货1超级喷气机 100短途窄体客机 以及MS21中程窄体客机 然而 这两款俄罗斯制造客机的很多零部件 依然来自西方 比如 苏货1超级喷气机100使用的 是和法国联合研发的发动机 MS21用的是美国的发动机 今年6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 未来4年 俄罗斯可能被迫停飞1分2至2分2的商用飞机 以拆解这些飞机来获取零组件 雷蒙多确实为俄罗斯指了一条名路 拆飞机 保证零部件的供应 比较简单的是拆东墙 补西墙 更狠一点的是拆没有破损的墙 补其他破损的墙 比如 俄罗斯拆了一架几乎全新的A350 以满足其他飞机的需求 此外 几架737和A320也将被拆解作备件 俄罗斯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显示是治标不治本 飞机不断损耗 需要更换的零部件越来越多 可用的飞机却越来越少 最后恐怕是无强可用 目前看 俄罗斯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走自主之路 实现飞机零部件国产化 虽然俄罗斯的航空制造业加底很厚 巅峰前苏联时期 甚至能与美国一较高下 但是 无法否认的是 俄罗斯航空制造业已不负当年之勇 这里给一组数据 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 2014年交付了158架飞机 2019年仅制造了75架飞机 这表明 俄罗斯航空制造业在走下坡路 此时要实现零部件的国产化 自然是难上加难 大事如此 具体到操作上 飞机零部件国产化 要钱 要技术 更要市场 如果将完全自主的航空制造业 比作一个婴儿 俄罗斯这个母亲 缺乏资金升不出 市场太小养不大 二是求助外援 寻找合作伙伴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曲线救国 从非西方国家进口零部件 这难度很大 因为重要的零部件都有编号 出口到哪个国家 供应给哪个客户 都需要事先告知波音和空客 如果贸然向俄罗斯出口 还会招致西方国家的二次制裁 比如 6月28日 根据美国联邦公报的消息 美国商务部还将来自中国 俄罗斯 阿联酋 立陶宛 巴基斯坦 新加坡 英国 乌兹别克斯坦 和越南等国家的36个涉嫌 违反禁令 向俄出口的实体 添加到黑名单中 以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所以说 西方禁令之下 大部分国家都不可能冒险 为俄罗斯供应零部件 此时此刻 俄罗斯唯一的靠谱外援 可能只有中国了 这是因为 中俄在航空业上 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基础 CR-929 是中俄合作的 大型商用远程宽体客机项目 与大家熟悉的C-919相比 CR-929航程更远 可达12,000公里 空间更大 可容纳280名乘客 早在2014年 中国商飞公司 就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2016年 中国商飞公司 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 签署了合资合同 2017年 中俄远程宽体客机 正式命名为CR-929 2018年 CR-929一比一展示样机 首次亮相国际航展 在CR-929项目稳步推进之际 俄罗斯却打起了退堂股 今年7月初 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公开表示 虽然项目仍在进行中 但俄罗斯正在减少 与中国联合建造 CR-929项目的参与度 俄罗斯有这种心态 更多是源自心理落差 俄罗斯在与中国的合作中 发现中国的作用在提高 而自己的分量在减少 因此 害怕失去CR-929的主导权 进而萌生了退役 这次西方的制裁表明 俄罗斯已然退无可退 当前国际局势如此复杂 美国动辄挥动长臂管辖的大棒 利用供应链大搞制裁 让中俄CR-929的合作更加迫切 俄罗斯应该放下成见与戒心 全新与中国合作 从长远看 CR-929应该优先采用中俄两国的供应商 最终实现全面的自主可控 诚然 世界民航业的格局 绝非一架飞机可以改变 CR-929的现实意义 不是完全取代空客 波音 而是可以取代空客 波音 进攻 常常是最好的防守 遇到